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记者 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有关于我们的 接下来的梅雨季的天气的情况 那在今天的报告内容主要分成两部分 一个就是刚过去的春季的回顾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对于梅雨季的一些展望 那从过去的一段时间来看 我们知道在我们台湾地区 在过去的冬天基本上有一段时间雨下得非常少 那所以今年的春天的春雨是大家很期待的 不过我们从过去的资料来看 其实在春雨其实大部分也下得还蛮多的 不过就气候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还是属于比较正常到偏少的这种情况 那在气温上面来看的话 在降雨 在气温上来看的话 它因为有一些全球暖化趋势的影响 我们也监测到 其实在气温部分 它是属于比较正常到偏暖的这种情况 那颜色部分 越暖的颜色表示值越高 越冷的颜色表示值越低的这种情形 那造成这种高温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些整个全球的温度的 在春季这段时间的冷热的情况 那越红的表示温度越高的 那越蓝色的表示温度越低的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整个全球暖化的情况 在全球气温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得到 都在今年的春季都还是属于 比较红通通的 属于偏暖的这种情况 尤其是在高纬度地区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温度 都是属于甚至会到整个红的 接近值的这种情况 就是它的温度跟历史的最高值是很接近的 那台湾附近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是属于比较 还是有偏黄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温度 是属于比较偏暖的这种情况 那在降雨部分的话 过去降雨时间还是有持续的下雨 所以我们从雨量值来看的话 在台湾地区 这一次在今年的春天下雨 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跟中部山区比较多 南部在这段时间 在春天是属于 还是属于比较 雨量下的比较少的这个季节 所以这样子的降雨 降雨的形态基本上是 还蛮类似于这种气候的值的这种情况 不过这种雨量虽然下这么多 只要气候值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除了在东南部的台东这个地方的雨量 是有到气候值之外 其实其他地方的雨量都还不足气候值 所以我们用百分比划来看 就是刚刚看到这张图 其实大部分的地方的颜色 还是属于比较偏蓝色的 就表示说它的雨量的值是在气候正常值下面的 OK 所以在降雨的部分的话 大概是属成这样子的情况 那在降雨呢 其实我们在降雨 其实每一年的变化也很多 当初我们在估计降雨的时候 是我们是考虑到 可能在东太平洋海银的这些声音现象 可能也对我们有影响 那如果说我们把过去12年的 反声音的次年的春天降雨的形态来看呢 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在中太平洋的降雨是比较偏少的 然后呢 在菲律宾附近的降雨 是有点偏多的这种讯号 不过呢 在这种讯号的分配之下 其实在台湾地区的降雨 反而是有偏少的这个趋势 所以呢 我们在今年春天在估计降雨的时候 估计 基本上台湾的雨量是属于正常到偏少 这种情况呢 基本上是 跟反声音的后一年的春季的降雨 其实是蛮密切相关的 好 所以呢 春雨我们就做一个总结 那在春天这段时间呢 基本上 我们台湾地区的温度呢 是正常到偏高 那降雨的基本上是属于 正常到偏少的这种情况 那大地环游的情况 基本上全球暖化的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那降雨的情况 基本上春天是 比较符合反声音后一年的这种降雨的形态 好 过去的春天的天气的回顾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们梅雨季的情况 那 梅雨季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梅雨的降雨 梅雨季五六月的全台湾的降雨的分配 主要的降雨的热点在哪里 那在五月份呢 其实在北方的冷空气还是会有一点点下来 那封面下来的时候呢 通常也会伴随一些降雨 所以在五月份的降雨的比较热区呢 会集中在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那到六月份呢 就要等到西南季风建立比较完整之后呢 这样全台的降雨就会比较明显 尤其是在中部跟南部地区 会变成比较降雨的热点 那有时候封面北台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北部的降雨 所以整个降雨时序来看的话 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 如果说我们从 整个从 年初到年底 在西半部一些降雨热点的 雨量的分配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四月以前 的降雨都是属于比较平的 那会比较差比较多的雨的地方 可能就是在北部这个地方 因为北部通常在春天还是有春雨的影响 会比较明显 那比较大的降雨呢 主要还是要看在梅雨季的降雨 那另外一个peak就是台风的降雨 OK 那梅雨季的降雨呢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紫色这个线是属于高雄 然后呢 比较 蓝色的线是台南 那我们可以看到台南高雄这个地方 是降雨的 从五月份开始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台风季 接下来呢 到了九月十月之后 就变成他们的枯水季 所以在我们目前 我们要估计的这种梅雨季的降雨呢 也就是我们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甚至北部地区 要特别注意这个梅雨季的peak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所以呢我们台湾进入所谓的汛期 是从五月开始进来的 那这个讯息就是刚刚讲的这些 整个年代的持续来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各个地方下 比较持续性的降雨 然后雨量又比较多的 持续来看的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如果说从 全台湾地区我们把它看 从五月一要开始算起 离五月一要越近的 然后会下持续的降雨 然后雨量有比较大的时间 把它画出来看的话 越淡的时间 表示离五月初越近 然后颜色越深的 表示离五月初的时间越远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在中部以北地区 在向雨的形态 在会比南部地区的降雨形态 还来得早 所以就平均来讲 在北部地区的降雨的时间 可能是从五月上旬之后 就逐渐的开始了 可是中南部地区 在气候上来看 它要比较持续的降雨 比较多雨量的降雨 要等到大概五月中旬到下旬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全年的时区 然后再看我们的整个 台湾各地区的分布的时区 大概有分布了这样子的特性 那为什么在中南部的降雨会比较慢呢 主要是因为跟我们整个 东亚夏季季风建立的时间有关 那整个东亚季风 这张图是 应该是整个东亚地区 整个大气环流的情况 那背景颜色是代表 代表降雨的雨季所 空间的分布 越绿的就表示说 这个地方降雨的雨量 就越多的这种情况 那从这个大气的环流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 要在夏季季风建立必须从 南半球跨制到流 从阿拉伯海这个地方上来 然后进入中南半岛 再进入南海到台湾 这绵绵的整个大防围的 大尺度的这种气流 带到台湾之后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所谓的西南风或者西南气流的影响 当它建立之后呢 就会造成台湾地区的降雨 会比较明显 比较丰沛 那当然从南边上来去 有熟湯其冲的就是中南部地区 所以造成中南部地区 容易产生比较大的雨量的原因 好 那这个造成比较大的 明显的这种剧烈的降雨 其实最近几年 我们也观察到一些现象 这条黑色的线是表示说 在这个整个煤雨季的降雨 时序里面的雨量分布的时候 这正好我们的东亚季风建立的时间 那当东亚季风建立的时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会有几天的雨量会比较大 那之后就又小下来 那这种形态呢 在过去几年都非常的明显 也就是它当西南气流建立之后呢 我们降雨会比较集中 而且呢会绵延大概会比较久的时间 那这个是在绵雨季也常常发生的现象 我们也发现说以前呢 可能降雨会有一个 两个pick的这种情况 不过最近呢它有逐渐变成一个pick 而且比较急重的这种趋势 好 那 那其实呢刚刚在讲的这些降雨的情况 其实在绵雨季在年纪变化上的种雨量分布 其实差异也蛮大的 那最高值是出现在2012年左右 大概是总的平均降雨量大概900毫米左右 那在1980年那个时候呢 降雨是那个年是最少的 大概是180毫米前后 所以最大的降雨跟最少降雨可以差到五倍之多 也就是绵雨季的这种 整个年纪变化的雨量是非常大的 那未来的展望是怎么样呢 我们收集了全世界的一些很多数字模式 去做了一个整个细极的平均的综合结果 我们看起来是这样子 在气温部分的话在5月6月 我们可以看到越红的地方表示 温度会越暖的地方 可以看到5月基本上是在台湾 在太平洋上面 以及印度洋西侧这个地方是比较红的 那台湾附近呢 是介于红跟绿的中间 也就是比较接近比较正常的这种情况 不过基本上我们的环境 还是属于比较偏暖的这种趋势 那在6月份呢 情况就感觉上又更暖了 整个暖的区域又变得更大 而且颜色更厚 那台湾地区呢也是 大概是介于比较暖跟冷的中间 但是它是有比较更暖的这种趋势 所以我们估计呢 在未来我们的在美女际的气温呢 还是属于比较正常到偏暖的这个趋势 那大家比较关心了降雨的情况 那降雨的情况呢 我们从这张图来看 越可能会下比较多雨的地方是属于绿色的 那越比较下比较少的地方 是属于比较土黄色的 那由5月份的趋势来看的话呢 比较会下比较大的雨 会大于气候正常的这个可能 就是在菲律宾的东南侧这一带 另外就是在大陆的这个地方 在整个亚洲的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比较雨量偏少的这个区域 虽然说台湾地区看起来是 没有比较太明显的偏多或偏少的趋势 不过呢 我们的环境还是属于比较偏 偏雨量偏少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估计在5月份呢 它的降雨呢 还是属于正常到偏少的这种情况 那另外也要到6月份呢 其实这种趋势呢 虽然说比较偏黄色的区域变少了 不过台湾地区呢 我们知道在6月份有时候 就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 东亚季风建立我们西南气流 加强之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台湾的颜色 还是属于比较没有明显的偏暖或偏冷的颜色 不过在我们的上游在南海的地方呢 西南气流如果从这种地方进来 这个地方还是属于偏干的 所以我们整个估计来看 在6月份它的降雨呢 也是属于正常还有偏少的这个趋势 这个是我们对整个温度跟降雨的估计 那如果从我们的百分比的这种估计来看的话呢 我们估计在今年的气温方面 在5月份我们估计是属于比较正常到偏暖 正常的几率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偏暖的几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是比偏冷的几率来的高 6月份呢偏暖的几率会到达六十左右 对不起 正常的几率会到达百分之六十左右 那偏暖的几率会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 所以5月6月我们整体估计温度 还是属于正常到偏暖 那7月份呢更接近盛夏了 那我们估计在整个全球暖化的趋势之下 7月份基本上还是会更热 所以估计在偏暖的情况之下是会到达百分之四十 那正常是到达百分之六十 那在降雨部分的话呢 我们估计在5月份呢 大概正常的是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左右 不过比较 鱼量偏少的几率大概是在百分之三十 比偏多的百分之二十来的高 那到6月份的时候呢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鱼量正常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是百分之五十 不过鱼量偏少的几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7月份呢目前看起来 偏多边少的讯号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估计呢还是属于正常为主 那除了在整个五六月份的估计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很关心目前的声音发展的情形 那从我们目前的监测跟收集的预报资料来看的话呢 整个未来我们估计呢在今年的夏天之后呢 在赤道地区的中部以东的这个地方的海洋的温度 是会有偏高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今年 声音的发展呢是有这个趋势的 所以我们从各个数值模式 还有各个预报的指引来看呢 我们估计今年的声音还是有发展的这个机会 那最后我做个总结 那在今年的美雨的展望来看呢 我们是估计在降雨部分的话呢 是有正常到偏少的这个趋势 那在气温部分的话呢 是有正常到偏高的偏暖的这样子的情况 那另外呢在美雨季的降雨呢 它最近几年来看 它降雨的雨日都有逐渐的集中的这个现象 那雨期短而且降雨的这种量 会在有集中 所以呢短时间强降雨的这种情况 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那在整个声音的发展来看 今年有机会会发展成升一年的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 在美雨季呢 还是会有一些强烈队流的发生 那这段时间呢 算是台湾的雨季迅期的开始 大家还是要尽量做好防灾防水的准备 那另外还是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队流 会伴随强降雨 还有雷急还有阵风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请大家还是要随时接受气象局所发布的最新的讯息 另外呢 目前呢 还是有些地方还是属于陷水区 所以呢 请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记者会的说明 谢谢